行政園民会开办怪手操作技术训练班 要录取30个人 不过在昨天来了100多位族人报名参加面试 争取进入培训班的录取率还不到两成九 行政園民会委托台东专校办理原住民怪手重机械职业训练 要从105位报名者中录取30名学院参加培训课程 建议我们职场现在就是证照取向 我们也针对原住民的兴趣 针对原住民的专场的部分也做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也设计出原住民比较喜欢的班次来开这样的班 然后透过这个证照 然后也给他们一个工作职场上面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让他们在竞争的时候都能够有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条件 在众多的报名者中 也有女性有意学习怪手的操作训练 要争取培训的机会 不怕怕什么累 零食工更累 真的零食工更累 你不做就没有钱 年龄快六十的竹人在面试的过程中 也表达想要继续工作 对对失业一段时间 因为我还活 我现在还可以做 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当然愿意去学习 面试结果一个星期后公布 就业服务员表示 30位学员决训后也会辅导他们考证照 也会进行就业没合 要珍视30人 来了105位报名 争取进入培训班的录齐力 都不到两成脚 硬试着战战兢兢 记者卡扎夫亚弗露台东采访报道 是